Hi everyone,大家好 我们今天演讲的主题是KBIS的文档 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们目前是那个旧这一Docloud 在KBIS社区里面应该贡献了两年多 目前是中文文档的owner 然后英文文档的reviewer 当然KBIS的生态里面也做了一些贡献 像East Show里面我是Docs的maintenor 还有Kamada的reviewer 像还有一些sandbox的 也有34个是maintenor 反正我觉得主要就是做文档的 technical writer 主要是support的开发工程师 写一些技术文档 对 好 我们今天主要回来主题讲 主要KBIS文档 KBIS有一个对外的对用户的文档 叫KBIS.io 它是面向用户的 还有另外一个文档 是面向开发者的 就是面向你贡献者的叫KBIS.dev 对 这两个网址大家可以记一下 然后就可以直接点进去看 然后所有的基础问题 都可以在KBIS.io上面找到 基本上 像KBIS.io去年的 它有Google风险上面有一个数据 2022年的访问量在一个亿 对 1.1亿的已经达到 在2B领域来说 这种网站已经进入了1100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访问最高的页面是哪些 比如说第一个叫 库库库的一个cheat sheet 就是有很多命令 就来查询命令的 下面就是像service了 ingress这些网页 对 好 然后我们在 有些统计数据 在OS Insights上面也能看到 看到我们过去一年 或者十年内的 应该都可以看到 我们的贡献数据 目前的stars数了 comments了 都可以看到很清楚 另外KBIS它有一个专业的 就是CNCF提供了一个dev status 上面提供了 哪些公司做了贡献 你可以看到 国内也经常能看到 我们DocCloud的名字 对 SigDoc是排名的 贡献在前面的 除了KK主库 我们的KWebsite 就是第二个活跃的网站了 第二个活跃的藏库了 总共KBIS现在有76个藏库了吧 对 我们的Website是排名第二的 对 那讲一下我们那个 现在讲一下我们KBIS的文档 它所有的文档 基本上都是用Markdown写的 Markdown就是一种充文本的那种格式 就用一些简单的标记 就可以实现了 这可以还有点标题了 link了 还有可以加一些列表像 表格 包括你的代码段 各种各样的代码段 可以用不同的颜色来显示 然后图片的话 就可以直接 很方便就可以引用了 对 KBIS它编译的一个 静态编译的那个编译器 也是用的Hugo Hugo是一个免费开源的 目前来说 将KBIS 啦 Usture 啦 包括containerD 应该用的都是Hugo 它都是原码都是用的Markdown 我们的 就原则就是 Document as a code 就是code 就文档也是一种代码 把一切当成代码来运行 然后你要编译这个文档的时候 就把它放到一个容器里面运行 像常用的一些短代码 怎么用Node 两面就像那个购义的那个标记一样 两个大括号 两个小括号一架 是的 接下来就是用我们一个那个文档的结构 这是一个Hugo的标准结构 像第一个 Archetypes 里面就放一些模板文件 把我讲出了一些 什么是content 什么是concept 什么是task 什么是reference 像task就是要有123456步骤 concept就是要有一个三段论 三段是八股文嘛 三段是要说清楚这个概念是怎么样子的 OK 那第二个像Hugo的Tomo 就是Hugo在编译文件的时候 它有一个总的配置文件 就读取这个配置文件来 把整个网站编译成html文件 那第三个content里面就放了我们所有的文档文件 如果你要提文档PR的话 就可以在content里面找到了 找到你可以修改的这些文件 它里面就包括了像KPS有16个语言 那英文英文英文是sauce 你在英语文件里面 我们是传逆的嘛 传逆的中文文档比较多 你可以在zh.cn里面找到很多中文文档 如果发现中文文档有时候它可能有错别字了 或者是404link或者是跟英文不一致 你都可以去tpr 然后接下来data文件夹里面 就是也压满文件了 像你在release的时候有一些配置的东西 OK 接下来我们不要一个一个讲了 反正Hugo我们用的就是doxy的一个主题 最后有一个scripts文件夹里面 它自备了一些脚本文件 你在做工线的时候可以用这些 我们开发这以前定义的一些脚本来检查一些link 只要运行那个脚本就可以发现 哪些link是断开的 哪些中文文档跟英文不一致 哪些法语文档跟英文不一致 都可以很方便地看到 对 右边就是一个编译的过程 你看根据我们有 比如说我们有三个concept 五个task 然后全部从container里面找出来 经过我们的Hugo的编译器编译 编译出来就会形成 呈现300个html文件 那就是构建这个网站的一个基础文件 但是编译这个Hugo的时候 它有几个要点 就是说像刚刚一样 我们把所有的文档 都当成代码来运行 然后把所有的markdown文件 三成html文件 然后总配置的文件就是Hugo.tomo 主题是用的doxy 对 那右侧这个Hugo.tom 基本上就是我们总共的配置文件 一般是不怎么改的 除非是新增了一些语言 现在我们有16个语言 如果有新增第17个 这个可能就会修改一下 然后就是有个Netify 我们的原文件叫markdown 然后编译的时候用的是Hugo 那编译出来的文件 托管在哪呢 就托管在Netify上面去 它是跟Hugo完美接口的 对 它可以把所有KPS 编译出来的那些文件 放到这个Netify上 然后它也实行CICD 跟GitOps 是完美契合的 当然它也有一个种的配置文件 叫NetifyTomo 你看右侧的就是 NetifyTomo的那个总的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 从我们KWebSite的ReadMe里面 都可以找到 都可以找到这些链接的 对 好 那现在我们就是用了三种 一个是Git GitOps 一个是Hugo 一个叫Netify 三个加起来就有了魔法了 像第一个你Git上面 就托管了原文件 像markdown Hugo的一些配置文件 Netify的配置文件 然后中间经过一些Hugo的编译 你形成了那种HTML 最后全部托管到Netify 那这样的整个网呢 就Build出来了 对 目前我们官方的那个CAPS 支持的是四个版本 就社区是目前只维护最新的四个版本 那Vendown是多了一个 是五个版本 然后我们目前的本地话语言 有16个之多 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贡献者 像一 就是贡献量最大的应该是 第一是英格列学 然后本地话方面 像亚洲语言 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汉语是本地话里面排名第一的 那接下来就是像日语 韩语还有印度语 印度语现在也不能小小 印度语的工程量每天都可以看到PR 目前我们Localization的这个Leader 是一个韩国人 他负责牵扯我们本地话的一个方向 对 OK 接下来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去参与贡献 那为什么要参与贡献 因为CAPS这个网站已经经过了千锤百链 里面的也很多技术都是 在文档方面都是经过教验的 经过验证的 如果你了解了这个整个流程的话 在你自己不管是公司也好 个人也好 都可以把它用起来 而且你还可以再学习一些文档的编写技巧 Style guide 还有Gate的工作流程 熟悉一些基本的命令 当然社区里面有很多那种文大的大佬 他在编辑整篇文章 甚至是某些段落都会有非常有想法 你贴了PR之后 他会跟你非常详细的comments OK 其他就这样 对 基本上就是你要做贡献的时候呢 首先你要熟悉一些基本的Makadon的语法 像如果你在百度上面搜索Makadon的语法 一般来说 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解一些Makadon的语法 是什么样子的 他就以充分的命令 他Gate的命令也比较简单 你就常用的就那么十来条命令 熟悉了以后也没什么 当然还有Github的workflow 你签那个 做贡献之前需要签署一个CLA CLA叫做贡献者认可的协议 如果你不签这个协议的话 一般来知名人帮你review的 对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怎么TPR 最简单的TPR的方式 就是你随便打开一个 开发那个网站的页面 在上面就有一个按钮叫做 编辑此页 或者编辑本页 Edit this page 然后点击那个按钮 它就可以摊出来一个编辑的那个窗口 你就可以编辑你的mark 比如说找到错别字了 直接编辑 编辑完之后就可以去网页上面点击提交 提交完之后 你可以选择写一些comments 每一个PR 每一个PR 它有一个描述的地方 你要说清楚 你为什么要提这个PR 然后你提了这个PR 对社区有什么作用 这样在方面 别人来review你的PR 很快也可以合进去 如果你要什么都不写的话 那就好像陌生人见面一样 很冷漠的样子 最好再写一个你的描述文件 最后就提出来一个PR 那提了PR之后 就等着去review 但另外一个正常的TPR的方式 这是一种 这个是Pony的Folk 其实从Folk提起的时候 就是你要去找到 Git Kubernetes的那个仓库 然后点一个Folk Folk到你的自己的空间里面去 然后你把它用Git Clone命令 把它克隆到你的本地 克隆到你的本地之后 你可以通过一些 刚刚那个脚本文件里面的脚本 来找到一些 哪个地方可以提PR 或者从GitHot的那个PR的列表里面 可以发现一些可以提PR的地方 对 就可以在本地修改 本地修改完之后 你就可以运行Git命令 你把它Push到 那个Website上面去 然后就可以提PR 对 可惜今天我们不能Demo 就大概讲一讲 那切了PR之后呢 也不是结束了 切了PR它只是一个开始 那切了PR之后 肯定会有人给你comments 首先那是一个机器人叫Pro Pro它会说 它会通知对应的那个reviewer说 有一个PR上来了 比如说你提了一个中文 中文弹的PR 它就会给一个中文有一个team 中文有一个专门的本地化team 把team的相关 然后优先选两个最近活跃的 给两个最近活跃的发邮件 告诉这两个reviewer说 有一个中文的PR提上来了 然后让他们来reviewer一下 然后同时那个Pro这个机器人 它也会通知那个Netlib去把这个 网站还建一个预览版本 previewer一下 同时那个Pro这个机器人 也会检查你的 那个工县者是不是签署了CLA 然后如果reviewer到时候给了你 觉得你这个tp没有问题 它会给你一些label 比如说look good to me 可以提了 或者是承诺了 或者承诺了 对 那个reviewer刚刚收到你的邮件了 说有个人tpr上来了 他就会紧述 首先要做一些technical review 比如说signote的一些 它会很technical的一些内容 首先要technical看你对不对 如果他觉得没有问题了 他会给你打一个look good to me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我们technical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上场了 就是我要看你的style 是不是对的 跟我们的 你提了一个皮 我们其实里面还有很多 有几千上百个文章在里面 你要跟我们的style一致 不能因为你的个人风格 就把整个网站的风格全部都改掉了 首先像每一个场合它都有自己的风格 然后如果你的没有问题 那他就会给你uproove的这个label 两个label齐了之后 那pro机器人就收到了 就告诉我说这个pr可以抹制了 等这个cr跑完之后 pr就可以合进去 然后netlify就把整个网站重新build一遍 把原来的覆盖掉 对 OK 像我们kwebsite的主要负责的团队 叫做seekdogs seek是一个兴趣小组的意思 就是专门对文档有感兴趣的小组 那seekdogs的主要组的架构 就是最下面的是一个member 最下面的是各种各样的contributor 是贡献者 不管你是不是member 还是不管是你来自哪儿 都可以来做贡献 这个技术是最大的 可能有成千上万 可能成千上万的不止 现在kwebs的member 就应该有成千上万个 像上面这个框框里面 这些蓝色的 它就属于那种管理性的 就reviewer了 现在加起来有100多位吧 它有分开的 首先左边是英语 英语是属于所有门道的上游 英语它有reviewer 上面还有一个例子 上面还有一个委员会 委员会就是也会定期选举 对 所以我们中国人这边的话 专业的主要是做localization localization 目前加起来也有 二三十个人嘛 reviewer和欧能加起来二三十个人 对 然后localization 它总的上面有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它不光是汉语 它包括法语 都有意大利 也有葡萄牙语 也有汉语 它有个总的管理 目前是一个韩国人 它在社区应该很活跃了 它是一个SEO开头的一个ID 对 以前是 以前 前两年是我们 滕启明 是我们中国的 这两年变成那个 一个韩国的了 对 接下来就是讲一下这个文章的style和guide 首先是content guide 就是说哪些内容可以放到KBS网站上 像KBS的网站 年访问量已经过亿了嘛 去年是1.1亿 那今年可能会更高 可能会达到1.3 1.4亿 这么高的访问量 就会增加你的曝光度 不管是你的公开捐献出来的项目也好 还是你的想法也好 只要你能发一篇blog 在我们的KBS.io网站上 就会增加你的曝光度 像我们DocCloud有一个项目叫Quark 就是因为在KBS网站上面发了一篇稿 我们的star数就增加了1000多star 而且是自然增长了1000多star 对 第一个就是说什么内容可以放到KBS网站上 然后第二个中间这个就是style guide 说了一下你的段落应该是什么样式的 比如说某一段落如果你超过一两百个字 应该在第一百个字符的时候走个行 这样子就方便我们review 然后每一个code block的时候 可以前面夹一些yama或者go 这些代码标志让他们把不同的变量显示出来 然后就是其他一些style guide的说法 当然还有一些图片的guide 图片的guide我们建议用mormade 是一种用markdown的格式来写做图片的 做流程图的工作 一些flow chart之类的 是的 他这个mormade做的图片很方便做多语言翻译 因为你如果用png jpg 或者甚至bmp之类的 你做了英文版的图片就做好了 但是这个很不方便做多语言 因为我已经找不到当初 你是用photoshop做的 illustrator做的那个原稿了 而且那个原稿的图片会很大 有时候一个photoshop的图片 可能就会有几百兆 那如果是mormade的话 它就几k或者更小 对 里边的每个文字 都是可以编辑的 这样做图片就比较方便 对 然后就是我们欢迎每个月 我们这个sigdox都会有一个例会 你可以在cap s.dev 网站上面可以看到 对 对 下面这个网站 就是cap s.dev 网站上面 就列出了我们的日历 然后每个月它都会有个定期的会议 有时候是sigdox是美国人主持的 那localization就是我们中国人主持 有很多中国人参加的 最近是韩国人主持的 韩国人主持的 虽然是韩国人主持 但是也有很多中国人参加的 对 然后左边就是一个slack的频道 还有一些邮件的列表 就欢迎大家去参加讨论 这都是open的 所以谁都可以来参加 OK 那我这边就结束了 接下来就请我们360的李鑫 讲一下本地化方面的一些东西 大家好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是李鑫 然后来自三六旅 目前的工作是专注于调度 和分布式训练加速这块 然后我目前是那个 我开的项目的Approware 如果有这方面想跟我交流的 然后会后也可以跟我交流 然后我GitHub ID是这个HWDEF 今天我就不讲调度跟分布式训练相关的了 我就接着那个海峰的讲 我讲一下这个本地化的 也非常感谢海峰刚才的演讲 就是我四年前第一次接触 K8S的时候 K8S的丰富的文档给我了特别大的震撼 然后我感觉文档就是对一个使用者的第一印象吧 然后我讲一下当跨过第一印象之后 进入到K8S之后 当我使用的过程中的可以说是第二印象 或者第三印象这么一个东西 它是那个本地化 我会介绍两个方面 一个是大概介绍一下本地化相关的东西 然后第二就是讲两个真实的样例 也是我在社区中的一些贡献 首先我们聊一下这三个概念 就是国际化 本地化和全球化 这三个概念其实它比较模糊 我在网上搜集资料的时候 有的说国际化包含本地化 有的说国际化和本地化是有交集的 就像我这张图一样 然后这个就是我在维基百科上 中文维基百科上找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概念 其实它不是很重要吧 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我的理解是 本地化就是站在特定国家地区 和文化的这个角度去适配软件 让这个用户使用的更方便 然后我今天 其实它包括很多东西嘛 比如翻译啊 比如这个 一些法律 宗教 文化都有 但是我今天就主要讲一下 本地化的这个翻译方面 首先就是一个问题 它本地化是否重要 因为有很多软件它也不做本地化 或者本地化做的不好 因为这个就跟代码无关嘛 所以程序员可能觉得 当然我也程序员 并没有冒犯程序员 就很多程序员觉得这个是 后面的工作 先把代码写好 但是我在了解了之后 我觉得本地化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从三个方面说明 比如这个 第一个方面就是 我觉得本地化是被 有那个无干支使用 被无干支设置的 就比如当我们拿到一个电脑的时候 我们给它安装操作系统 然后我们第一次启动的时候 会让我们选择语言 地区等等设置 然后我们进入系统之后呢 比如中端 还有这个浏览器 就会读取这个系统的设置 然后把自己的语言也设成这些 就比如这个Chrome 它会根据操作系统的设置 把自己的语言也设成中文 然后中端的话 就是会这几个环境变量 它会设置一下 也设置成 比如我选的系统语言是中文的话 它这块也会设置成中文 然后有一些软件 比如CubeCTL 比如Dashboard等等这些 它运行在中端或者浏览器当中的时候 它会读取这些配置 比如这个代码 就是我截的CubeCTL的图 它会读取这三个环境变量的配置 然后设置自己的这个语言 然后Dashboard 它会读取这个配置 然后设置自己的语言 所以说对于用户来说 它会奇怪 我没有设置成中文 但是我默认就使用中文了 所以这个也是 我觉得是督促开发者去适配的一个因素吧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本地化也会是 在我使用软件过程中的第一印象 右上角这个图是我刚结不久的 一个CubeCTL 目前的本地化的一个状态 就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一些已经翻译过了 然后有一些没有翻译过 这样就会给某些比较注意的人 就是他会觉得这个软件不是那么的精致 然后如果我给它全翻译过后呢 就是显得比较正规了这么一个软件 我觉得对于比如CubeS这么庞大的这么一个软件 或者专业的软件 下面这种应该是必须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前两个提到的只是观感不好 第三个就是我觉得会有一些错误的引导 比如我一面上有个按钮 它显示的是更新一个POD 但实际上因为在本地化过程中一些错误 它被翻译成删除一个POD了 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比较严重了 所以我觉得在本地化过程中也需要非常严谨 然后经过前面的三个点 我觉得我已经说明了本地化它比较重要了 然后下面我想进一步说明对于一个新手来说 为什么应该从本地化着手 进而了解整个社区和项目 就我觉得本地化是一个新手村吧 就是开源世界的一个新手村 第一就是它非常简单 就是你只需要专注一些翻译和一些少量的代码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比较广泛 你所有与用户有沟通有交流的这个软件 你都需要本地化 然后第三个就是它又不只是翻译 它会涉及一些脚本一些工具级的使用 这个会帮助你去了解整个项目 然后第四个就是它有些社区的支持 就是比如slack里 如果你遇到任何问题 你在slack这个频道去问的话 应该都会有人去解答的 然后第五个就是它有些官方的指导 比如我下面给这个链接就是 K8S官方对于本地化的一些指导 然后刚才那个海峰讲了文档相关的 那我想对比一下本地化和文档 它的这个在翻译过程中有什么不同 首先它们设计的范围都是比较广泛的 因为什么都会翻译基本 然后在它们及时性上也都是非常高的 你代码或者是软件有个新的版本 你必须也要翻译也要跟进 然后在历史留存方面 我觉得是有一些差异的 就在本地化的过程中 它永远只保持最新的这个翻译 然后文档的话 你翻译过后就会一直留存在那了 然后长短的话 本地化它就比较短 就像我刚才截那个图 就是基本就是一句话就完事了 但是文档的话就比较长 一般都是一篇博文或者是一个使用指南之类的 然后写不写代码呢 本地化它可能会写一些代码 比如一些晒药脚本 一些自动工具之类的 文档几乎就不怎么写代码了 然后下面我介绍两个项目 这两个项目都是我亲自参与的 一个是Dashboard 一个是CubeCTL 这两个项目其实对于 K8S老用户来说都是已经非常熟悉的了 我就简单讲一下 我目前是Dashboard中文本地化的 这个OPSOVER 首先说一下Dashboard Dashboard是什么呢 那对于我就给初学者讲一下这块 就是官方的说法是 Dashboard是一个通用的 基于Web的UI 适用于Kubernetes集群 它允许用户管理集中 集群中的应用 并且对其进行故障排除 并且它可以管理集群本身 它的使用其实就像图中一样 就是用户通过Dashboard的网页 然后它可以去查看集群 管理集群 然后上面这个是Dashboard官方的一个架构图 那Dashboard它的本地化流程是什么呢 因为Dashboard它用的是 Angular这个前端 所以它的这个翻译过程中 也要参考Angular的这个指南 就是下面这个链接 然后它的流程 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 首先就是我需要一个原语言的文件 就是一般都是英文语言了 然后我copy一份 就是把这个语言复制一份出来 这个语言文件 然后我给它重命名一下 重命名的时候 我把中间加上这个语言的代码 比如这个就是简体中文 然后我就可以翻译这个语言了 翻译这个语言文件了 翻译的过程中是怎样呢 就是把这个.xlf这个文件打开的话 下面就是像这样 它有很多这样的 然后它用一个trans unit 这么一个单元包裹起来 然后里面有两个一个source 一个target source就是你要翻译的原语言的内容 而target就是你要 你需要翻译的那个语言 就是当你执行完这部之后 它其实这个话 target这块也是英文的 然后你需要做的就是 把这个英文翻译成 你需要翻译的语言 对于我来说就是中文 然后翻译过后呢 你就可以保存这个文件 然后创建一个PR 然后去审核 然后审核过后 你的这个代码就会被合并了 你这个翻译就会被合并了 那么审核的流程 我大概说一下 就是刚才这个海峰也提到了 其实跟文档审核的是一样的 首先你需要提交你的代码 然后创建一个PR 然后机器人会给这个PR 它去分配一个审核者 这块一般就是一个翻译的审核者 如果你是在Dashboard的话 很有可能 这块就会分配给我了 然后如果审核通过的话 那这个就会被合并了 如果没通过的话 你就需要修改 然后再提交代码 然后我再次审核 然后这套流程走下来 直到这个东西被合并 然后下面就是一个PR被合并之后 它的样子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QQCTL这个工具吧 这个工具相信就是 就是用过K8S的都会接触到 它就是一个命令行 然后可以去跟K8S进行交流吧 它通过那个Coreanties API 它可以增删改查 也就是这些 那么它的本地化流程就比较复杂了 跟刚才讲的Dashboard相比 它比较复杂了 首先它用了这个GateTags这个东西 这个是Gnu组织下它开发的一个工具集 它包含这些二进制 然后这些二进制怎么使用呢 我们就跟着这个流程图来讲吧 首先你需要原码 那这块我们就是QQCTL的原码 然后从原码当中提取出 这个需要翻译的字母串 用XGateTags这个二进制 然后你会得到一个POTFail 这个Po是一个翻译要用的文件 那这个T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Template 就是样力的单词 所以这是个样力文件 然后你拿到样力文件之后 你可以做什么呢 这块就出现了一个分叉 如果你是个新的语言的话 那你需要创建一个新的Po文件 用这个MSGinit这个二进制 如果你是更新一个已有的语言 比如中文啊 那么用MSGMerge 它会把比如你PoT文件中有十句话 然后有五句是未翻译的 然后你Po文件中有五句话 这五句话其实已经翻译的 那会把PoT文件中这个未翻译这五句话 摘到这个Po文件中 然后无论这两条你选择哪个 其实你最后都会得到一个Po文件 然后你就可以去翻译这个Po文件了 这块Qubeset官方推荐的是 用PoEdit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后面我们会讲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来翻译这个 翻译过后的 得到翻译过后的这个Po文件 然后你得到翻译过后的Po文件呢 就可以用它去生成一个MO文件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产物是MO这个文件 是用MSG FMT这个二进制 然后你得到MO文件之后 就可以直接去编译 Qubeset的二进制了 你就得到已经带着翻译的这个二进制 你就可以直接用了 那么下面我来介绍一下 PoEdit这个工具吧 这个工具它是Qubeset官方推荐的工具 然后它这个功能非常强大 而且比较直观 而且比较直观 因为可以看到左边就是英文 然后右边就是中文 然后黄色的就是提醒你 这块应该翻译了 如果是黑色的就证明 就证明它已经被翻译过了 然后我们直接用它打开 那个Po文件可以开始翻译 翻译过后你点保存 它自动给你生成MO文件 然后其实你很多事情都不用管了 然后它也完全支持这个Po格式 也完全支持GuyTest这些工具集 然后就说一下QubeCTL的审核流程 其实它的审核流程跟Dashboard的完全一致 但是只有粉色这块不一致 它不一致的地方在哪儿呢 就是Dashboard你只需要一些翻译的审核员 审核就可以了 但是QubeCTL它还需要代码的审核员去审核 这个一方面是因为你的改动可能涉及代码 因为QubeCTL这块翻译它有一个自动化脚本 你可能会改一只脚本等等 第二就是因为它这块的全线切割不是那么的清晰 它这块全线切割就是你必须要QubeCTL代码那块的审核员去批准才行 然后最后我想说就是大家都参与进来 就是无论你从哪开始 无论是QubeCTL、Cand、Helm这种二进制 或者是Dashboard的这种网页的应用 无论从哪开始都可以 其实无论你做了多少 其实你翻译一句话或者是修改一个单词 其实都是比较在社区里都是比较欢迎的 然后无论你从哪方面开始都行 你可以从翻译啊 然后比如适配一些你的地区的国家的文化呀 或者你甚至从一些梗来翻译都可以 然后如果你想保持沟通的话 其实K8S社区它用Slack用的比较多 你可以从这些Slack频道中获取一些帮助 当然你可以去把这个后字改成自己的语言 比如这个是韩国嘛 这是法国 然后如果你是中文的话 这块应该就是ZH了 我相信在这些频道中的这些开发者 都会很愿意去回答新手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要讲的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